大溫市長議會和運輸聯線理事會 在今天通過2050年交通發展的計劃 包括將擴大現有公共運輸網絡4倍 增加交通的選擇和大幅削減碳排放 鄧曉英的報導 這次由大溫市長議會和運輸聯線理事會同場進行的會議 先後一致通過這項主導未來30年交通發展的方案 當局之前進行的諮詢更是屬於前所未有 新策略以方便、可靠、可負擔、安全舒適和碳中和等5點為原則 而落實到大溫地區還會增加節運覆蓋距離4倍 增加單車徑和行人優先道路 並將交通工具電力化 又務求公共交通就在住所附近 而大溫市長議會認為這項長遠發展 要面對地區的可負擔能力和氣候變化的挑戰 而省府亦公開支持2050年交通發展大計 認同計劃早已取得各方共識 新時代電視 鄧曉音報導 馬來成功的 我們在後面發展 借過 我們啊 我們是一個